腳踏車後面還拉著小拖車 這位住在美國亞特蘭大的騎士 有個特別的綽號 叫自己磁鐵人 是因為他腳踏車後方的拖車 完全是他自掏腰包 而且手工打造 重點是拖車底板 裝了四片磁鐵條 目的就是為了編騎車 便吸走掉落在路上的金屬片 主要車子鎖到之處 金屬物品會一個個被吸起 原來磁鐵人在疫情期間 為了避免接觸旁人 只好開車上班 沒想到不管是開車或騎自行車 卻常常因為路上的金屬物 導致爆胎 所以他現在才會DIY 這輛吸鐵拖車 這輛手工打造的吸鐵車 可以吸起路上各種螺絲 鐵釘或是鐵片 現在磁鐵人常利用休假時間 騎車健身兼清掃道路 他還在IG上記錄自己的吸鐵過程 自稱在兩個月內 騎車840公里 一共吸到185公斤的各式金屬垃圾 有很多東西 哇 磁鐵人說 騎車不只能讓身體更健康 他也希望有更多人能身體力行 像他一樣邊騎車 還能一邊回饋社區 TVBS新聞綜合報導